见永宫下去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如此方称为一面不胜 他是老修行 老修行他就是处在您府以外啊 他什么不管 像他那些差不多一百个地找不到一个 静的法门 二地融通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往生就无生 无生是往生 世界梦德佛传与我们 十年佛名 目上妙行 在剥落上里面我实在是很受用 就是好比说不变随眼不变 我终生虚佛永远不变 西林经营做道场永远不变 念佛也是永远不变 但是我可以随喜做一切事 像我不爱我在那里做生意 跟人家聊佛法 还是办一切事 这二地理实在是在生活上 还是修行上是很受用的 很受用的 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就是无念 无念而我念 什么念佛啊 念佛就是不取一向如如不动 还是虚佛所主都是一样 是非常好 真的讲了那个话非常奥妙 最早时候我们学佛所碰到一个 直接的困难 就是说经典非常多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的困难 意思就是说 你个人学佛上有时候 并不是你用功不够 也不是你接触到的经典不够 也不是你去听经听的不够 也不是你打坐的不够 真正学佛最大的困难 是你要点掌握得不够精准 如果以前不曾晕到这样 这次晕得很严重 很庆幸的就是说 在整个歇佛的过程 在这么复杂的佛法大海里面 也能够接触到 剥落这个要点 那它的意义就是说 我以后 用这个要点 它你可以慢慢来开展 把整个佛法所要的了解 所要的一个 乃至到后面的新门 都可以预行这个原则 我治愈有像明像 治愈有明像 我治愈通通的起包线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跟治愈像 入患入化是假的 你一切法接入入患入化 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些是缘起 因为什么原因 缘起就是没有像 缘起无幸 懂不懂啊 这复法要准备了 你懂了慢慢开展 你懂了慢慢开展 这复法 不行 因为什么没有幸 幸空不 因为什么幸空不 因为什么幸空不 无幸不 因为什么无幸 这些缘起无幸 后发就这样 来 这条妙法 明月不幸荡片舟 无人无法薄肉 这个薄肉里头无人无法 这个薄肉里头无人无法 这些缘起来 真正无人无法 真正无人无法 三天不吃饭 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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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